这些 NFT 持有者来构成这个啊 咱们的那个 DBOX 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啊 管理啊建设啊对 然后目前我们是已经发售了有四个 NFT 也就是我们啊分别对应的我们 DGP DGR DGE 以及我们的 DGC 也就是刚才现在屏幕上所展现的这四个啊 NFT 的名称 那么这四个 NFT 他都是我们 DBOX 官方的 NFT 那么嗯 其实为什么分四种呢 就是因为他们每一种啊 可能他们代表的富能都不一样 嗯嗯 然后呃 目前的话就是 NFT 这一块 其实地板价还挺高的啊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就是那个 企额呀 就是我们第一期 NFT 是 Free Mint 然后现在地板价应该是1.2个以太坊 就在 Blur 上是1.2个以太坊 在 OpenSea 应该是1.3到1.4左右 啊就是其实地板价也是挺高的 然后啊 啊这其实得益于我们就是社区啊 就是每一个社区 包括像我们小蛇社区啊 啊 DGC 社区 然后小鹰社区 DGE 社区 然后我们的小兔子社区啊 一直都在不停的建设这个啊 DBOX 然后 NFT 的话 我这边就先介绍到这里 然后呃 主要是呃 呃 介绍一下就是咱们 DBOX 目前的呃 一个呃 在主推的一些东西吧 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在呃 主推一个东西叫做我们的知识星球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 DBOX 这个页面啊 就是你点右上角这个呃 筛选单后会有一个免费 club 和以及我们付费 club 那么在 DBOX 创建 club 都是需要质押我们啊 刚才提到的那那四种 NFT 当中一个啊 你质押其中一个就可以去创建一个 club 呃 但是 club 的话 他分两种就是一种是免费的 另外一种就是收费的 但这个收费的 club 并不是说啊 就是说我们官方收费啊 他是类似于 web 3 的知识星球那种感觉啊 就是呃 其实是由创建 club 这个 KOL 或者这个 club 组 他们来进行一个收费 我们可以点开这个呃 收费 club 点开看一下 啊目前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社区在呃 开展这个收费的这个啊 club 呃 比如说我点一个吧 比如说点 可能就是这个包袱小兑 没有东西啊 稍等一下 找一个看 比如这个 所以这是我自己搞的 啊就以这个这个正月社区这个 呃 为为例吧 我讲一下 然后他这个就是 dbox 的付费 club 啊 他是这样这种模式 就是说呃就是啊 club 组他创建了他自己的那个啊 club 之后 嗯 他有两就是其他的用户有两种方式可以加入他的 club 第一种方式就是付费啊就是 club 组提前啊就是可能设置了比如说啊你要加入我的 club 你可能要付啊每个月比如说0.01个以太坊或者0.02个以太坊啊然后你呃 啊比如说我12个月为期限为一期啊你比如说我呃一个人想加入我的 club 啊0.01个以太坊的话12个月就是要啊0.12个以太坊啊才能加入我这个啊 club 但是呢因为 dbox 他的这个知识信求他是合约写实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你在啊传统微博二可能你交完钱之后可能那个 这个项目方就呃或者club 组他他他他可能啊就是比如说得了钱之后他就不努力做输出了啊软型rug或者他直接就强行rug对吧我不干了我跑了我拿钱跑路了啊但是在那个 dbox 里面他就啊完全可以就是 规避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合约写实的什么意思就是啊你的钱他并不是直接打到那个啊 club 的那个啊 club owner 的啊账户里面的 他是暂时储存到一个合约账户啊这个合约账户呢他会呃就是定期比如说按月啊给那个 club owner 就创建者去打钱但是在国在这个途中的话如果你想退出比如说我这个交了钱我交了0.12个以太坊对吧那我比如说用了一两天之后或者一两个月我觉得这个 club 组他不求行呢就把输出了知情输出了知识啊满足不了他这个付费的要求啊那我就退退群啊 那退群的话其实在 dbox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剩下的钱就是通过这个合约啊全部挽回回来啊只付就是你在这个呃时间段就是比如说你在里面待了两个月啊这个时间段的一个费用啊这样就规避掉了就是说啊相当于啊就是 club 他呃就是那个收费的那个 club 组啊也或者可以有他可能就是啊就是拿了钱不干事啊或者他的软件 啊这样的话啊这样的话在 web 3 借用着合约这样这样一个工具啊来实现我们 web 3 这个知识应求的功能啊目前的话其实我们是已经成立有一个啊就是专门去推这个 club 的一个工作组啊在去推进这个事情啊这个组是目前的话大家看到的一些 club 啊就是这种收费知识 就是知识类的收费 club 其实都是啊他们在主要在推这个内容这是第一个我们啊在推一个推这个东西就是 web 3 知识星球啊然后嗯第二个就是可能要嗯跟大家就是呃就是最近 dbox 在推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 dbox 的一个线下节点呃这里可能这是线上的啊就是诺一下看线下有没有 就好像有人发了动态啊对有人发了这个动态我就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吧然后目前的话因为嗯 dbox 它是其实是一个主打社交的一个产品嘛然后嗯其实大家可能知道线上的社交其实会有很多局限性的然后 呃虽然说 dbox 它呃身在海外啊但是目前 dbox 大部分用户还是华语市场啊包括像呃就是新加坡呀啊可能就是啊玩具啊就是还有大陆吧 然后这些华语用户其实是比较多的啊然后目前的话在呃因为其实做社交的话就是线下其实也非常重要大家可能呃 呃当然这种说复合不太好啊就是可能之前大家可能听过一些就是 d推的或者一些 cx 的一些项目啊呃这种模式呃其实呃它是可以获得一些就是呃精准的用户的就是呃这批用户呢他可能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产品 但是呢他们可能有想了解 web 3 啊那我们 dbox 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呃交流的渠道吧因为相对于其他的 app 来说啊或者是叫 app 比如说 telegram discord 来说 dbox 现在其实呃比较符合就是新入就是刚入门 刚入 web 3 这个圈子的一些用户啊的一些需求啊因为 dbox 里面有一些啊专门的啊小白社群啊或者就是 dbox 啊里面其实啊他的言论专门又是由那个啊小银之一联盟就是这个社区来进行管理的那整个 dbox 里面的言论还是比较偏向于啊积极向上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比较符合一起小白用户啊 加入加入一个新社群的一个一个基本要求就说目前的话我们在啊 dbox 在跟一些线下的一些呃城市啊做了一些就是类似于社交节点的那种感觉啊然后目前的话像杭州啊跟咱们法哥 nft 阿尔法社区啊就是做了一个就是啊共建的一个节点然后包括像深圳上海长沙北京天津啊我们都在跟啊包括广州啊我们都在跟啊一些线下啊 啊有一些啊就是本来他们在线下可能已经有一些办公场所或者有一些节点的一些社区啊啊我们都在去共建一些啊线下的 web 3 的交流的啊 呃节点那么这个这些节点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就是说啊提高 dbox 的品牌影响力嘛 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啊帮助这些社区一起去把啊这些 web 3 的一些呃有意义的交流啊做到一起啊不是说简单的那种啊我们要去搞那种 cx 的这种啊就是我们去多去做一些研讨会啊交流会啊对吧然后这些会议啊同样同样的就是说啊如果你作为那个城市的一个啊身因为这个这个是对啊所有用户都开放啊就是说只要你那个城市可能啊 啊没有这个节点或者你自己是啊dbox 粉丝你想去在那个城市开个节点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去申请啊只要你符合一些基本的要求啊都可以申请那么你申请完结束之后呢我们dbox 官方也会啊给到你相应的一些啊激励然后让你们去做一些啊就是比如说你想可能做一些海报啊对吧可能线下做一些活动啊我们可以一起去举办这些事情啊这是目前正在做的两个事情啊 这是主要的功能迭代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啊就是我们dbox 他有啊就是可能动态啊啊市区club啊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其实已经同步到那个啊就 bsc 链啊就是我们 bsc 链其实已经也也早就已经 被开放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dbox bsc 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用户的特别是前段时间 我们搞那个呃参加了那个Cyber connect他们的那个黑松然后dbox 是啊投票这一块是拿了第一名当时好像是10万多票吧然后是远远甩了啊第二名几万票对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dbox 就是啊目前来做的事情的话就主要是啊把dbox 的那个社区氛围提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dbox 品牌影响力啊稍微扩大一下嗯然后其他的就是 这个功能的话就可能大家都下载过dbox这个app啊就我这边就就啊不再详细去赘述了然后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 哦要不我来问一下吧那个就是 呃我想就是dbox其实还是应该还是一个打赏功能啊对然后就是如果优质的一些文章的话它是有一些打赏的一些 呃渠道的然后后面的话城市因为我自己是申请了那个dbox的杭州这边的那个城市合作伙伴嘛 我在那个评论区发了一张那个海报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在你的城市这个社区氛围还比较好外边氛围比较好 然后呢呃也有很多这种资源的话啊其实有没有场地倒无所谓啊只是能不能组织一些有质量的一些活动啊就是互联网 活动因为互联网这帮人跟web3这帮人呢其实是有高度的重合的大家也可以去申请啊每个城市都可以去然后呢也可以跟啊那个dbox这些那个团队的小小伙伴去联系啊然后呢 嗯后面的话都会有一些补助的然后不管是物料上面支持假如说每场活动 因为刚才那个 嗯小明也没说嘛然后我就简单补充一下因为我自己是切身参与了这个呃这个活动吧然后后面还会有一些这种 你如果办一些活动需要申请一些dbox的奖励的话 也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那个dbox的vdbx在他们内部生态里面基本上 呃一天一个价吧都在慢慢在涨价当中吧最近的话应该也 到了一块人民币左右吧然后基本上每场活动都可以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这样的话大家在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呢 嗯也可以有一定的赞助吧然后这样的话呃也也也也是也是激励大家去做好更更好的一些活动吧虽然这个钱也不是特别多啊 但是确实是比较好的像那个上海啊那个大那个大旗他们已经在开始在做了然后后面的话也是希望假如说是在呃海外的啊然后国内各个城市的小伙伴也可以自己去报名参加啊然后 大概就这样然后呃我想问一下那个小明同学啊就是我我想问一下就是呃咱们这边就是一些NFT啊就是上次迪伦也说过了就是NFT的一些用途吧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也在那个兔子社区吧然后今天我也参加了那个dbox他那个那个小舌社区的一些基金会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各个NFT的一些呃简单的属性吧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做了一些录制嘛后面也可以呃不单单是给我们这边一些小伙伴听嘛后面的话也需要呃投到各个媒体平台上去对 简单说一下这个负能对嗯好的呃就是刚才呃毕哥其实补充了两点啊就是我这边第一点那个打场功能我可以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就是dbox的打场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大家在dbox里面都可以发动态啊但是我们针对那些优质内容啊就是就是你知道优质内容他为了更让人呃更好的被人被人发现发现嘛就是鼓励优质内容我们开了个打场功能大家点比如说现在这里可能看不到打场功能啊就是你点任何 一个动态点开之后他又呃右下角有一个这个呃前这个标志啊就是可以开始啊一个前的标志然后你可以给他打场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呃就是迪伦哥他觉得他这个动态比较优整了我点个赞然后给他打场比如说我给他打上1bx然后点这里可以自定义啊比如说我给他打上1.2个vdbx你可以打上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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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分就已经打上过去了这是啊关于打场积分这个 这一块所以说在dbox其实是鼓励大家去做一些优质内容的创作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啊你在分享知识的过程中啊分享了优质内容的过程中也会获得一些一些奖励啊因为就大家可能知道就在dbox早期其实还是有一些啊就是OG用户啊他们啊还是有一些积分啊如果你的内容啊比较优质的话他们也愿意去给你打上啊这是关于打上这一块然后刚才那个b哥他说到可能就是nft这一块 啊这边我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目前dbox的四类nft啊的功能啊就是分别对应到我屏幕上说的就是有dgpdgrdge和dgc啊大家看那个就是嗯这个形象啊就可能看到了就是dgp是企鹅啊就是追逐参加这个是企鹅然后嗯企鹅的话他的功能的话其实其实他因为他是 他的最早一批啊就是dbox的一个啊就是free mint然后总量是2048个啊然后他的权益是最高的啊持有这个dgp啊他一一啊他就不用干活啊什么意思呢他类似于我们啊就是可以享受到比如说未来dbox的一些啊生态分红啊对吧他可能还有优先想享受就是比如说dbox跟其他社群合作啊 啊可能得到的一些啊激励啊或者啊福利啊这种就是企鹅这一块是权益最高的他也不用去干活啊 然后剩下三轮nft就是我们的dgrdge以及我们的dgc那么这三轮nft他是啊就之前我们提到我dbox是一个社区类社区驱动的一个人啊一个产品嘛那么他对应三个不同的社区那么每一个社区的功能也不一样那我们dgr定义就是其实是就是我们的啊就是dbox dbox内部的一个建设者啊就包括你的一些啊内容生产啊宣传啊啊啊品牌维护啊这些都是我们dgr在做然后我们dge的话也就是我们的啊小鹰啊他主要是负责我们管理我们dbox内部的一些啊就是内容啊比如说就是刚才可能看到大家看到有这个动态啊这动态就是可能有些啊一些啊不怀好意的项目方或者一些啊垃圾言论啊他会可能有些啊一些啊不怀好意的项目方或者一些啊垃圾言论啊他会可能有些啊 可能会出现在这种动态栏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啊就是普通用户可能就是举报啊就可能就就就就OK了啊但是这些举报啊最终是汇集到哪啊就汇集到咱们那个啊小鹰小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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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T持有者的社群那么他们来处理这些就是啊不当的言论啊也就是说相当于啊我们dbox啊社区 他不是一两个客户或者是几十个客户在在在在维护这个秩序而是几千个啊几千个甚至就是啊到后面第四期第五期发放完之后就是上万个客户啊咱们在共同在维护dbox的秩序 然后第三个啊第三类功能性NFT就是我们的DGC小蛇了小蛇其实他是我们啊定义的话就是管理我们dbox基金会那么这个dbox基金会呢他可能啊主要是 就是对我们dbox内部的一些生态进行一些啊就是制作啊或者就是类似于那种投资啊啊就是扶持啊就是类似以太坊基金会这种感觉啊他去扶持我们dbox内部的一些项目啊帮助他们去成长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就简单举个例子啊就是目前的话嗯就是dbox基金会就小蛇这一块已经发起就是已经实施了一个提案叫 嗯稍等一下我打开看一下对呃已经在啊就是这个月3月5号吧就发起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呢就是啊小蛇社区啊我们第一次NFT去治理dbox基金会啊制作dbox那建设的一个提案啊这个 已经是全票通过了啊然后可以给大家啊简单看一下这个啊 对呃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啊dbox呃内部啊就是因为有很多club嘛就是也有很多那个道道组织就是一些可能啊NFT的持有者他们都在dbox里面啊我们dbox其实是更想啊把这些社区把他们各自的一些特点和特长啊做出来就是发挥出来啊争取 让dbox的在里面的club做到百发其放啊那为了激励他们呢我们就啊搞了就是这样一个提案啊这个提案就是说所有在dbox啊就是在里面啊建了club以及啊在dbox有到的一些项目啊都可以来申请 那么这个申请的话最终我们啊投票的话是由我们那个小蛇持有者就是我们第一次NFT持有者来进行一个啊投票表决那表决过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放他们一个啊就是目前的话就是3000DBX的一个资助啊资助他们用于生态建设 然后今天晚上也就是我们啊刚刚就是刚才吧就是今天晚上八点钟我们也开展了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小蛇第一届的那个啊评审交流会 然后啊已经有咱们六个啊就是在dbox里面比较优质的club已经在申请了 然后啊这个会议其实啊在今天晚上的啊九点九点过一点吧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啊会后的话我们啊就是啊会进行一个投票 那么投票通过了哪些啊项目的话就会获得这个资助 所以划心大家就是说啊有意愿在dbox啊开始club或者有意愿啊和dbox一起成长的一些用户啊啊包括项目方啊就是来dbox啊来申请这个资助啊就是就是dbox是非常愿意去啊跟大家一起去共建啊共享共赢的啊这是目前的一个啊nft的一个基本情况 好了比哥我这边就好的好的好的哎我我我我先问一些问题啊就是现在dbox用户使用情况有没有能就是有数据能不能透露一下比如现在多少用户啊活跃度啊还有就是我也比较关注英文区啊就是dbox定位是服务中文区还是中英文区都有如果英文区的话有没有英文区的用户在上面现在 哦好好的反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就是目前dbox的活跃用户是在2万多对其实呃现在的话会有一些就是类似于这种啊就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比如说呃 ens club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ens就是在之前炒域名都是纯炒嘛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就是哎有数字比较酷但是在dbox他真正就是把域名和那个呃就是和咱们那个呃就是市场就是那个生育展示啊其实结合到一起了所以说其实目前来说呃日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比较好的就是最开始我们可能就呃就前段时间可能就只有2万左右吧 现在已经2万多了啊就是一个基本的数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刚才提到的海外用户这一块其实我们啊dbox其实一直在推海外这一块但是的话嗯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其实华语用户他人数多了之后啊他其实对这个社群的嗯其实呃就是这个占主导中用当然我们也有解决办法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为dbx 里面他有一个分流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可能这个大群里面可能下面有一些纸 频道比如说英文社区韩语社区还有一些啊西班牙社区啊当然这些社群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肯定没有那个华语社区那么多了而且你要加入到对应社区啊比如说你要想加入那个西班牙语那你的IP就是我们可能是通过IP来啊进行分辨一下就是你可能哎你要真的是处于那个地理位置或者就是那个IP是那个位置你才能加进去啊就是英文用户我们也一直在推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啊和那个 那个非洲那边就是啊有联系一个小伙伴可能他们想做一个非洲的线下节点啊就是线下的一个啊就是交流这样一个啊城市城市合伙人吧对然后可能回去做英文这一块的啊嗯好的哦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好的好的好的呃就是那个我我我我我这边可以提问吗可以可以 直说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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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vdbx 也就是在 dbox 平台里面的通用积分 积分 这个怎么获得呢 就是目前的话就是 我可以给大家就是简单讲一下 目前第一种方法就是在 dbox 那个就是 banner 就是啊 字顶这里可以有一个签到 点开或者相信 对签到可以领 对可以领那个 呃积分啊 这个积分就是可以用来打赏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啊去参与 设计建设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比如说 啊我们可能有呃 4个社群对吧 就4个 dbox 官方社群 那么每一个社群他可能啊对应的 不同的一个功能 那比如说你在小社社群里面 啊 那你可能就是去参与一些活动啊 比如说无论是 啊去申请资助啊 还是去啊做一些 builder 比如说申请到 mod 啊我们都是可以给予一定的那个 啊 vdbx 的啊奖励的 目前的话是这样 当然最主要的话 还是就是可能通过那个 nft 就是你持有我们的那个dbox 官方的那 啊是种nft去获取这个 啊积分奖励了 那那可以通过产华交易吗 呃首先这一点啊就是官方其实是不鼓励 就是大家去做这个这个我吃的哈 对对对如果我是产华交易的话 那是ok吗 比如说我想 这个要不我来说吧 我来说吧那个呃小明就不太方便啊 就是我来说吧 嗯呃现在 他是可以通过产外交易的 然后呢 他里面有几个club就是什么一个积分商城 然后也是这种club的形式 呃会有几个 然后呢现在场外交易呢也挺活跃的啊 然后基本上 在零对对就这个商城 然后呢基本上他们也在零点二零点一二啊 你可以去这个加入这个club 然后他里面会有一些 呃场外交易的一个一个 有人搜有人出啊 这都有 然后呢如果要交易的话尽量就是用 呃里面有mode嘛 然后做一些担保 因为呃不做担保的话很有可能也会被骗啊 在里面就是这个需要稍微谨慎 那我就转b个了 哈哈啊我这边反正我会帮你联系人吧 好吧我这没关系 反正大家都朋友没关系 然后后面的话如果你们这边的话也可以去向方块群 或者是就是一些leco他们看看能不能申请申请 因为如果一些优质项目的话 呃进入的话还是可以有一定的补助的 对 ok这样的话也是就是发发红包掉掉掉掉掉东西啊气氛 然后后面假如说呃咱们这个呃那个麦茶凶 咱们这边如果社区后面需要在这边做活动 因为他后面的话也会更新这种语音房间啊 就是像discord啊或者是微信这种语音房间也会有 到时候像咱们这种游戏啊工会啊也可以在这里面 到时候他们也都会支持 然后呢就前期可以先摸索吧 对嗯啊我还有个问题的话就是 我目前看到的是跟BSC上面的这个社区的话比较多 呃好像没怎么看到这个 阿比川的这个社区 呃但是我看到的它是一个好现象像那个 revemon也在上面这个是一个合理人 呃 还还还 那个基本上困头的社区还是比较靠前的嘛对吧 对对对然后这块要不想明也说一下就是关于 链的后面的支持啊就是现在我们看这是以太坊跟那个BSC链嘛 然后面一些别的链的话团队这块呃您知道就是有 要需要去支持这种有一些进度或者是一些规划吗 这个你可以稍微简单聊一聊 啊好的好的好的 呃就是一个是链吧就是因为Deepbox其实开发资源比较紧张 因为呃就这么为这么多就是 社群服务啊就是 我们是做优先级规划的就是每一个阶段我们要 啊去做不同的事情 呃就是多链开发这个是我们已经已经定上了就只是说可能优先级 会稍稍往后排一点 因为我们之前才刚上的那个BSC这两个功能 当然我们马上可能会 刚才B哥提到的就是Space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下面有个实验室 这里有Space以及信用还有SBT这种功能 都是我们是已经啊都已经列上日程了 啊就是说可能优先级会稍稍往后 啊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 我们会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啊因为到目前为止啊就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DBOX这个 产品啊就基本上是做到了啊基本上两周可能会更新一次啊 就是其实产品迭代能力其实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里面有什么需求啊 我们都已经啊都已经收到你们的需求了 而且会啊尽快的去迭代啊 这是可能有优先级的问题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呃那个小明我这边还有一个东西是不是方便啊 就是因为之前不是说网页版不是一定要一直要出来啊 就是我这边其实也拿到了一个测试版本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吧就是简单的看一看 呃这个呃我看现在多少人啊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之前我们那个测试版啊放出来其实最核心的一个 对对就是跟大家测试用就是DBOX内部的人测试用 如果就是传开了可能就是对开发这边 压力会比较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呃目前其实从我们这边接触的信息来看的话就是有一些 啊可能那种就是脚本啊或者就是类似的一些 嗯嗯就已经经上DBOX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啊 因为其实那个网页端其实前上两周吧就已经出来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完全去公布开放的原因 就是因为啊可能有一些功能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些 安全上的一些啊更新迭代 就这个 但是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边 啊 要不我来吧 要不我对对您可以这样投一下我这边是手机可能不太方便 好的好的那就是我来共享一下屏幕吧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这边结束 对 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我没有透露一个地址啊 然后就是简单因为我是拿到测试版本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他的网页版本 然后这边是一个聊天区域吧 然后呢 呃这边是一个club的一个进的区域 啊然后就是道啊然后club还有NFT 然后这边是一个通讯录 对 简单就是这样的也是通过以太坊那个狐狸钱包 直接去登录就可以了 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就是简单跟大家过一遍吧 因为最近呃他们后面也会就是好好的推一推吧 这个产品 对那要不先这样呢 嗯